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XX供应链 比如说苹果供应链 特斯拉供应链 那这些我们国内的生产厂商 代表他们的业绩一定是跟国际大厂做联动 所以呢第一种的业绩成长来源就来自于 他们的国际大客户本身呢 在全球的产业市占率订单持续的成长 那第二种情况呢 比较复杂 我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我们如果以苹果来说 假如呢 你原本呢 找了五家供应商 那先简单假设 把订单呢 平均分配给五家业者 所以呢 是不是把苹果切成五片 那一人呢 拿五分之一 但是呢 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基于呢 成本的考量 或者基于呢 量率的比较 那苹果呢 他重新去做分配 把其中比较多的订单 分给了其中原本的一家业者 那其他的业者能够分到的订单分量 就相对变成减少了 所以呢 从这张图表我们可以看出来 不管是呢 大家常熟悉的 在讨论的平概股 甚或是呢 你把这个概念去看呢 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供应链 那一家公司业绩要成长 就不外乎这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 你的国际大客户本身 他的订单成长 在全球的市占率增加 所以从小苹果变成大苹果 那第二种情况呢 则是在于订单的分配比重 去做了移转 所以呢 可能会有少数的一家或两家公司 吃到更多的订单 所以我们讲国内的所有的这种 跟国际大厂联动的供应链 各位去留意他们的业绩成长动能 是属于哪一种方式 那当然呢 平概股是大家算是 讨论度最高的一个族群 那我们就用平概股来跟各位进一步分析 其实在今年的平概股 股价跟业绩的走势 真的是非常的两极化 有的平概股一直涨 从年初到现在 即便过去可能这半个月一个月 稍作拉回整理 可是跟年初来比 它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多头格局 股价就是创高 那有一些平概股 股价呢 一直跌 而且呢 很可怕的是 在下跌的平概股当中 有很多是大家熟悉的 或者是老牌老字号的 甚至有很多EPS的成绩 看起来都还蛮不错的哦 EPS蛮高的 本益比蛮低的 可是呢 它偏偏不会涨 那反而有很多散户买进的 都是属于这种熟悉的 老牌老字号的 有高EPS 而且低本益比的 可是你却在这些平概股当中呢 栽了个这个道中 就跌倒了 这个反而会让你赔钱 那其实哦 今年算是让大家好好的把这个投资 平概股的观念 重新去做一个调整升级的最好机会 因为明年啊 我们说是平概股更大的一个换基潮 那如果你还是用旧思维 去找平概股来做投资 那你明年 不管这个所谓的换基潮 有多大的商机 可能还是会赔钱 那其实今年会涨的平概股 是不是完全就符合 各位老师所讲的两种类型 那我们来看一下宣德 最近的宣德 股价呢在做整理 那我反而喜欢在整理的时候 让各位更去了解一家公司的内涵 那昨天我们已经提过的一些内容 今天就不再赘述 那我跟各位讲 在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 宣德呢在公开资讯观测站当中 有做了一个宣布公告 提到呢跟大陆的力讯 合资盖场 盖昆山场 那这当中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于 持股比例的分配 宣德呢持有51% 过半握有主导 那力讯呢持有49% 这几乎就是呢 一人一半的概念 一人一半 那也没有第三方了 就是由宣德跟力讯 来合资投资昆山场 可是这中间呢 看起来一人一半呢 却很巧妙的让宣德持有51% 就硬生生呢 是达到了过半 然后比力讯呢多了2% 各位知道 这小小的2%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就是一个让利的概念 代表力讯呢 特别的疼爱宣德 特别的宠他 所以呢这两% 将来反映在财报上面呢 第一个营收 营收要怎么认业呢 未来哦 这个大陆的昆山厂的业绩 营收 逐月都可以开始呢 完全100%的反映在宣德的财报之上 所以呢 宣德从明年开始 他的营收 你要再多加上大陆的昆山厂 那这个营收呢 当然就有很大的爆发成长空间了 第二个是对获利的认列 那因为宣德持有51% 所以呢 未来在季报当中才会看到获利 那季报的获利要怎么认昆山厂呢 就是依照持股比例 51% 好 那简单来说呢 如果大陆昆山厂 一个月有5亿 我们换成台币的单位来看 5亿台币的营收 那宣德他就可以每个月 去多增加这5亿的营收 完全100%的认列进来 便在合并报表当中 那如果是在获利当中 就要等到季报 那季报的部分呢 就不是把昆山厂 全部的获利都算宣德 因为宣德是持有51% 所以这部分 他就要按照持股比例来做认列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些内容 这些题材 都是将来呢 非常不得了的利多 可是呢 现在市场当然 知道的人不多 那股价也没有去做反应 所以我就是喜欢在股票呢 还没有涨之前 还没有喷出去之前 跟各位介绍好公司 跟各位介绍未来的利多 未来的成长动能 那这样你才有机会呢 好好去做功课 去了解一家公司 他的潜力在哪里 所以这边 我们看到当然筹码的部分 也没有呢 转差 主力持续买进 散户正在卖方 所以股价呢 或许需要一点时间 可是所有看好的理由 都没有改变 那讲到利讯 接下来我们来谈 最近跟利讯 很有关系的加联益 那为什么我说很有关系 因为新闻一直讲 不是我在讲 是新闻 一下子说利讯要跟加联益呢 入股合作 一下子呢 两兆双方又否认 一下有 一下没有 一下有 一下没有 那我看了觉得 也剃头自然觉得很辛苦 如果你是听消息或看报纸做股票的 那你真的是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到底有还没有 那先不谈这个 我们来讲一下操作 昨天的尾盘 加联益急拉 插一档涨停板 希望各位没有看到股价大涨才去做追价 那更希望呢你不是因为呢有听到了小道消息 说什么要宣布呢 利讯要投资加联益 昨天的尾盘 我跟各位讲市场上就是传出了这样的消息 所以呢导致加联益急拉 说利讯要投资加联益 甚至有的人传出了连股权比例啦 价格都有 但是市场就是这样子 耳鱼我诈 那如果你没办法掌握正确的资讯内容 其实很容易呢陷入其中 又刚好看到如果股价有启动 其实很不小心就会冲动去做追高 那追高的代价总是沉重的 因为呢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加联益的股价是跌下来的 那今天的低点呢是在42.55 那对照昨天的高点呢是45.6 一来一往是不是大概差了3块钱 这个就是追高痛苦的代价 那真的你如果说要买 要布局 其实我最近一直跟各位讲的概念就是 这一段时间 我特别想要是未来的 大概到封关之前这一段时间 一个很重要的大原则 看好的股票你尽量是利用它压回的时候买 我不敢说100档股票或100次出手 全部百分之百都是这个原则是正确的 可是大部分的时候你即使看好的股票 在封关之前你利用压回的时候买黑会比较好 那你看到像加联益我们在12月13号跟各位讲的时候 当天呢其实就有盘下的机会 那如果从日线上面来看就更清楚了 12月13号是在这个位置 那现在呢股价已经跑到这个位置 12月13在这里 现在在这个位置 所以相对来看你当然是逢低去布局会比较理想 不要去做追高 那当然呢这个加联益 我还要提醒就是说 你看到它的卷资比是很高的 那融资其实也不少 所以在这边呢 就是因为受到市场很多的消息面 左右影响了大家的判断 有的人认为加联益没赚钱 股价不应该涨 所以就放空它 有人认为这些所谓利讯入股的消息 是假消息 所以呢去放空它 那当然也有另外一派的人 认为呢 加联益未来业绩会看好 那或者是呢去赌 去压保利讯跟加联益的合作 所以呢积极买进 那所谓的积极买进 就是呢我们看到有很多融资余额 最近增加的很快 其实这两个方法都不是很好 基本上我说过 在瓶盖股当中 你真的要放空 你要找弱势的股票 那加联益摆明了 从今年以来你去看它 甚至过去这一个月去看它 它的现行就是相对强 放空强势股 不是一个很理性的做法 那再来你如果看好加联益 或你认同魏洋老师的分享 你真的想要跟单 想要操作 想要布局 我们欢迎 但是呢建议你 不要用融资 千万不要用融资 因为用融资只会害了你自己 筹码一乱 福尔一多 股价呢 就很容易遭到控盘者的震荡刷席 那甚至更 更让人觉得担心的是什么 有一些投资人 还更积极地去抢买加联益的认购权证 这个心态完全就是在读短线 拼短线 你希望买完之后 赶快有个什么爆炸性的利多 然后股价喷出去 大涨 然后让你赶快赚好几倍 赚钱的心态每个人都有 人之常行 可是温元老师真的要提醒你 这个时候 这个阶段不适合 因为现在就不是 马上会喷出的阶段 那你要用布局的想法 最好就是现股 避免用融资 也不要呢 现在去买全证 全证是跟时间赛跑的 你会有可能 碰到一个情形就很不好 万一将来股价涨 可是呢 你的时间价值已经耗尽了 那你反了全证会赔钱 那我们很快来谈一下 这个加联益呢 昨天公告要办现金增资 要发行76,840张的新股票 那现在加联益的股本是32亿 就代表他现在呢 对外发行的张数 大概是32万张 所以从这次现金增资 所增加的新股来看 股本将会膨胀23% 那其实我后面真正 更要跟各位谈的一个 很重要的资讯是什么 公告出来或新闻的解析 只告诉你他要发了多少张 7万多张 可是我们如果用 现在的加联益的股价 假设增资的价格在这里 这代表他这一次要筹错的资金 是超过30亿以上 将近34亿 大概30到35亿 各位把这个数字记起来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他现在的股本只有32亿 然后他增资要筹错的资金 几乎就是股本的一倍 各位这时候你脑海里面浮现了什么 有没有想到 欧阳老师寻宝图里面的一个关键密码 关键的线索 来 你想到的答案 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 这四个字 资本支出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大资本支出 股本一倍的资本支出 股本一倍的资金需求 你认为这代表什么 你认为加联益 他在准备什么 那当然懂的朋友 你就好好的跟着我们操作 因为呢 欧阳老师 绝对呢 在跟你分析一两个股的时候 不是随便讲讲的 很多事情我都是有评有趣 只是呢 在电视节目公开媒体的前面 我会有一些考量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电动车部分 硬华 这是未来的从Google的金属机壳 要跨入到电动车的两大重要的利多 那其实Google的Pixel 2 这智慧型手机 你不要小看它 今年呢 或许在全世界的销售量 因为它有上市铺货的国家也不多 了不起五百万支 这跟苹果或其他的手机大量比起来 真的是小到不能再小 不值得一提 可是我其实看到的是Google后面的企图型 它的企图型 它为什么今年要买下宏达电的手机研发部门 你要知道Google是一个全世界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公司 当它决定要由软跨入到硬 来做手机卖手机的时候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企图型 而未来呢 决定Google的手机 能不能成为全世界 一个重要的手机品牌 关键在哪里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想知道吗 广告回来 未来为老师告诉你答案 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涨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力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刚刚讲到印华 印华目前其实是Google的手机金属机壳的供应链 Google大家对它过去 其实没有太多关于手机上面的印象 因为毕竟以全世界的市占率来说 它的确不大 可是当Google它拥有全世界这么样多的资源 跟国际知名的品牌地位 那现在如果它的手机 有决心要好好的充斥发展 大家就只缺一个要素 就是一个市场 最大市场 中国 所以未来Google它的手机会不会成功 关键在于能不能卖到中国市场去 那过去为什么没有 是因为中国大陆门关起来 不让Google进来 但是最近中国的官方已经准备要松绑了 这将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点 那如果未来Google的手机开始进入到中国市场 相关的周边的供应链 大家一定会忙着增加产线来备货 那印华这个题材 它将会是长线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内容 除此之外 那当然还有电动车的部分 正在认证当中 那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印华股价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拉出一根长红棒已经回到这一根黑K棒的二分之一中价位置 所以基本上短暂的压回洗盘再上来之后 不带量就能够收复长黑K的一半 重码已经沉淀下来了 那另外我们看到纯安 先在2016年办了检资再办了私募 那接下来其实它的企图心很明显 就是往电动车跟汽车电子 那背后真正来跟他合作的 其实是非常有实力的集团 就是中国第一大汽车领主建厂商敏石 甚至你要知道 现在纯安的董事长总经理 其实根本就是来自于敏石 而且是敏石集团的创办人的儿子 这个就等于是哨子代父亲征 来接管纯安 那你想想看 其实一个大集团 他难免会有很多的转投资或合作对象 可是我常讲五个手指不一样长 谁是最爱 谁是最疼最照顾的 你要想一想 这个道理 其实跟上一个节目我们在谈 立讯 立讯亲自派了他接下苹果丹的业务副总 来担任宣德的董事长 董事长 那你想想看 他会让宣德二肚子吗 那同样的道理 敏石跟存安的合作 那当然今天股价是下跌的 可是呢 我们在跟各位谈的内容 我希望是把你的思考 拉高到另外一个层级 格局会决定结局 那如果你是在看股价 今天跌了 那你怎么不说昨天涨 那昨天涨今天跌 这其实这都只是一个过程 那整整当然在操作上面 我最近一直在跟各位讲 尤其在封关之前 没事你不要乱追高 大部分的股票 你最好都不要追高 可是我跟各位讲 其实你要想 为什么投信 昨天进来大买 那昨天存安呢 也是在敏石入主之后 举办了第一次的法说会 那当然今天早上呢 报纸也登了一些新闻 可是这反而都不是好事 你知道 报纸去登利多的时候 往往就是短线课他要下车了 这个我也可以很坦白跟各位讲 短线课他当然是利用利多 出来的时候就下车 然后再去找下一个猎物 那个都是呢 过过水的福尔 那你真正要了解一档股票 你要把自己思考的高度拉高 格局会决定结局 纵使股价有震荡 我跟各位讲 有人会认为可能今天呢 存安跌个三五% 哎呦好糟糕哦 哎呦好可怕哦 怎么跌那么多 那个就表示 你可能平常都在做短线 有些人其实投资 他一天的目标就是要赚 三五%就满足了 他只要一档股票 能赚到三%五% 他就满足了 所以相反的 如果一档股票跌三%或五%的时候 代表他的利润全部不见 全部吐回去了 一整天都白忙了 可是呢 有更多更多跟着 威尔老师赚过大钱的投资朋友都知道 当你赚过30%的时候 当你尝过什么叫做 波段三成的投资报酬率的滋味之后 股票跌10% 稀松平常 没有什么 根本不值得一提 当你赚过50%之后 股票跌20%的回档整理 非常的正常 甚至当你曾经亲自体验过 倍数上涨的利润之后 股票就算跌三成 你也是不动如山 老兴宅宅 操作就是要优雅 就是要轻松 那如果你把一个三%五%的事情 无限的放大 然后自己吓自己 那我只能说 你想要每天股票有涨停板 那你就要去找一个每天能带你赚涨停板的人 你跟着薇洋老师 我没有办法让你每天赚涨停 因为我擅长的是趋势选股 破断操作 我过去有非常多的代表作 都是领先市场 趋势选股 破断操作 那你来找我 除非就是你跟我一样 喜欢趋势选股 破断操作 你认同趋势选股 破断操作 那如果你只是每天要找新的标的 每天买股票 每天想要拼三%五% 或者运气好赌一根涨停 那你就要去找 能够带你每天不断买新的股票 不断地赚三%五%拼涨停板的人 我不是 所以我想其实呢 常常跟各位讲 登高才能望远 那格局会决定你的结局 那我们其实呢 把2018选股的重要的投资线索 都交给大家了 那当然你可以学习我的方法 那更快速 更有效率的方法 就跟上我们的脚步 我不会天天带你买股票 因为现在的行情就是比较压缩 可是我会带你呢 掌握住最有潜力 最有爆发力的标股 昨天跟各位讲到的标股 今天呢 又往上突破创下新高 那还有一档最新的标股 今天来不及介绍 明天再来谈 这档标股呢 我们今天开始慢慢地逢低沉截 今天是黑的 利用在盘下的时候去卡位 这是另外一档 3D感测的潜力股 那当然你要利用呢 现在市场焦头比较清淡 甚至股价在盘下的时候 趁机卡位 那欢迎各位呢 认同卫阳老师的朋友 跟上我们的团队脚步 178的活动 是我们呢 要带给你最大的帮助 立即把握这样的机会 178只要178 马上把握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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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遍